睽違八年又重返台灣的亞太影展 一日盛大巨星 皇太主持人找來朝鮮祝賀 金龍搭配楊小黎 電力主持人則由吳宗憲女兒吳山盧搭配吳大偉 兩人雙魚主持 默契十足 今年亞太影展星光翼翼 女星用力滴美 一再見瓦承再度入圍女主角的吳可西 亮片全白小禮服 麗拼同樣入圍女主角的楊澄麟 兩人不同風格的美 都讓現場的美光燈閃個不停 但最辣眼睛的 非漿金龍莫屬了 身為親善大使 他一身作折 生逼開刀度性感雜烈 成為當晚紅毯第一枚 紅毯重心雲擊 但頒獎結果卻打爆人們 男主角由伊朗的演員拿下 女主角則是 香港演技派毛順雲獲得 泰國來的模範勝 頒獎一開始就破蛋 由飾演小玲的朱棣蒙窮 查龍蘇英 拿下最佳新人 今天穿著超級美的楊澄麟 漂亮走紅毯又擔任頒獎嘉賓 本來典禮結束後 要到後台接受媒體訪問 堅固沒有來 讓現場疫苗變得好可怕喔 不然我們在這裡等那麼久 怎麼可以這樣刷啊 他沒有要刷新的意思啊 可能他真的比較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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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讓我們不累嗎 沒關係 你要讓我們走 他就 我們自然有辦法行為 對 餓落 標稱 我們累 陳琳的累我們都聽到了 我們只能等到默默流淚啊 欠借了 臉 谢谢大家